来到这一节的特务内容 我们来谈现在疫后 欧美明星到处开演唱会 也掀起了巨大的经济效应 来看一下这个是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 最近他在美国20个城市 举办了53场的巡回演出 光是收入呢 其实就高达了46亿美元 也就是台币1422亿 是非常惊人 约张的数字呢 甚至已经超过了全球50个国家 一整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好那之前泰勒斯他到了费城开演唱会 直接是带动了当地的饭店业 创下疫情开始以来收入最好的一个月 好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 究竟泰勒斯去参加泰勒斯演唱会的歌迷 平均一个人都花多少钱 才会造就这样的明星通膨效应呢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位观众 他平均在包括门票旅行还有服装花费 大概是1300美元 也就是台币的4万块 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薪水 所以就有金融分析是说 其实小天后他没访问一个城市 所创造的收益绝对都是百万美元起跳的 好既然提到赚钱 在这方面很有头脑的 一定要说到这一位股神巴菲特 台湾观众对他的印象 可能是之前左手占台积电 右手又大卖股票 但其实我们摊开股神他的投资策略 让他24年就大赚了44倍 这是什么公司呢 他在1999年的时候拿了20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621台币 去投资了一家小型的公用事业公司 叫做Mid American Energy 转转经过了24个年头之后 现在这家公司就是现今的波克萨能源公司BHE 事实很惊人是将近了900亿美元 也就是2.7兆台币 那这一笔投资也整整赚了44倍 很厉害 而在这个年度的股东性当中 巴菲特直接把BHE称作 波克萨的四颗宝石之一 这间公司呢 他是美国大部分地区的 公用事业发电厂 还有风能啦 太阳能输电领域的最大企业 光是去年的营收就高达8205亿台币 而且还在稳定的壮大当中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步内容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好期待